亚柔留下的信很长 你几次三番拿起又放下 是龙小小帮忙念的 读之那句无憾诗 你还没反应呢 他却无脸大哭起来 你无语 你不是听过一次现场版吗 怎么哭成这样 龙小小抽叶着 我难过呀 替好多人难过 你怎么都不哭的 放我一个人好多尴尬 你说你也难过 哎 有些事 一开始 预料得到结局 但不是所有人 都能轻描淡写说出 看吧 早又说了会这样的话 呜呜 太古了 这次他是替你难过 显然你以后都不要收徒了 被迫一次次送别徒弟 想想就好扎心 你无言浅笑 这话我不认同 人终有一词 难道因为结局一定 大家就都不活了吗 是啊 浩天竟把徒弟送到你面前 并未要求你负责到底 完全可以交完功法 一脚踢出门外 从此 生死 贫鉴 恩仇 都是他们自己的事 但你却偏偏牵挂 漂流的梦魂送来一狗 偷鸡到一样被你抓住 三驼四驼牵着鼻子的手 来到你面前 你听过 可作用割舍不断 千丝万缕的情谊 或许这会害你痛苦难过 但如果遗忘了痛的滋味 也会失去爱的本能 你不愿意这样 也要头道 我从来没有后悔 与我的弟子相遇 每一个都是 他们背负着使命降生 我不能强行挽留 但每一个在我这里 都是独一无二的景致 只有我活着 他们也会一并与山长存 龙下的四肿飞动 但他大概明白 为何雅柔的生命的最后一刻 都在念叨着这座山 一拍大腿 做了个重要的决定 我也要留下来 不撑不撑 龙下的夜了一秒 为何 我把你为师 我很有天赋的 你白手 我这么有排名的仙人 要找徒弟 哪能像路边前和石头 这么随便 我不信心说妥啊 龙下的是个极皮戏 看什么天意 我看就是平心情 不说就算了 我还不稀罕呢 错过了我这种 天赋异禀的修正习才 到时你可别后悔 好嘞 山门在那边 满的不错 突然 后天进发光发热 迅速给你交代了 新徒弟的信息 姓名龙笑笑 说他原为浮尘阁 十二隐位之首 在某些意外中 为少阁主挥芒 挡下致命一剑 自此功力极端之下 于了之后 被安排负责 达成情报之类的散活 被放弃的他 心灰意冷 自此出逃 溜入人间 另外浩天进阁外提醒 于龙笑笑身负旧伤 若过度成为修炼 只能活到35岁 反正节制 自可活到55岁 另外 体内还有浮尘阁 埋下了毒蛊 此蛊无解 在山脚招到龙笑笑时 那姑娘还在生气的 催催花花操操 喂喂 你再救救他们就要秃了 少女才都看见是你 轻盈的蹦起来 仙人怎么又下山了 忽然想起自己 刚被拒绝 插腰鼓脸 哼哼 不是说 你愿捡石头 也不要说我为徒嘛 后悔了吧 哼哼 这是误解 你们正经的修正他 我只说我不轻生徒 可没有强行 把你列为金石头 可他却好气 难道我连石头都不如啊 最终 这徒弟还是收下了 你给他起的小名叫五花 龙笑笑脾气来得快 去得也快 性格外放阳光 大大咧咧不记仇 照惯例 新机门徒弟 第一件事 就是见师兄师姐 你带他来到墓园 看着眼前几座坟 少女就向后退了两步 小凡子 我想起来 山下有点急事 先走一步 走什么 不是说好了 拜师吗 龙笑笑欲哭不累 来的时候也没人跟我说 你们逃活生的徒弟 都是埋在土里的呀 你要不 还是把我灯块石头扔了算了 你微微一笑 反夸心 人都是会活到死的 来小花 先给你的四位师兄师姐 打个招呼 少女不情不愿 往前走两步 接着 就是叙述 四位弟子 冗长的生命事迹 他耳朵都要听得起剪子时 才从来结束 你表示 你来我桃花山 为师自然教你功夫 但你身子特殊 我且告诉你 练了 只能活到三十五 不练 此刻活到五十五 休与不休都在你 说这话 不大仇生的甚至背景 不复仇似乎不太可能 可少女 具体坚定 我选择活到五十五岁 你呆 你不复仇 难道心中没有执念吗 他却反问 难道唯独心有执念之人 方可入此山门吗 你翻了个白眼 一个个当初上山时 说的都蛮动听 等到实习成熟 总归是要离开子弟 拦都拦不住 哎呀 小凡子 你这口吻可太哀怨了呀 难道师生师姐们 骗神骗心 那倒不止 也罢 既然是你的选择 唯狮便不再多言 不过该教的还是要教 你卓心学 你让他学的是 浩天静专门为五弟子 匹配产生的新功法 通幽术 习得后 就可以拆使归隐王魂 也可以见到过去的人 他眼前一亮 什么故人都会见吗 你要头 转世之人 魂不不全者不行 哦 龙虾在忽然哀怨一声 那师父 你岂不是能见到师兄师姐他们 你们半夜睡不着 擦一桌打麻将 你叹气 只能说唯狮也是第一次 见这本秘籍 浩天静的机制就是 徒弟会了 师父才会 翻开秘籍的第一页 预袭此处 须得与鬼魂同事 参悟天机 呃 师父 咱们这桃花山有鬼魂吗 你摇头 桃花山谢谢银配 怎么可能会有鬼呢 那岂不是无法修炼 可惜可惜 你想到了 那既然你想学 师父带你离山 找个闹鬼的地方 师父有师父的人脉 再把你三师姐和四师兄安葬好 我们急日启程 龙虾有点尴尬 呃 师兄师姐们都被我请回梨花村了 我们还要葬什么呀 你向他解释 桃花山的几座坟 只有二徒弟姚夕 真正葬于此地 而冷风的墓穴里 只有他遗留在桃花山的遗物 你说 起初是想留点遗物毒死人 可冷风死后 看屋子里 留下的痕迹就伤怀 接着墓盆就哭 接着他使过的菜道也哭 日悲痛 夜夜哀气 索性痛下决心 把他的所有影子 都埋在这墓穴里 这样便只需 在每年的忌日和亲民 和项目留下的杂七杂八的东西 依次摆在血坑中 龙孙摸摸上前帮你填土 见你没有孤独悲伤 才小心地问 小凡子现在好像 变得能平静地做这些事 哎呀 我不是说你对 三师姐和四师兄没感情 我不太会说话 算 我还是不吐嘴了 他心心低头 却听见你低语 变得平静 岁月待我都讲不清 是苛刻还是仁慈了 你轻叹一声 利落起身 好了 事不宜迟 师父 这就带你下山 画面一转 你们到了目的地 七皇山庄 这里是白肺雨 介绍的业务 说是这庄子最近闹鬼 门口的管事 态度很恭敬 刚刚进门 身后便传来了 落叫的声音 慧阁主驾到 正打算回头看看 却被龙虾下 拽了拽衣角 少女忽然面子刷白 而且不停朝你身后挪动 想见你遮住自己的身形 小小凡子 你 我们先进去 快 声音已经多了些颤抖 你也没多问 带人先进 脑子里去回忆 先进不认得喊话 慧阁主会忙 这七皇山庄主人 和傅城哥有往来吗 很快到了各自房间 你简单查看了 屋内的摆设后 便走到隔壁 向方敲门 过了片刻屋内 才传来一声音 房门打开 龙小小已经调整好心情 又恢复往日的活力 给你热情的打招呼 但你也就看出 他这是在勉强自己 瞥见他手掌心深深的牙印 应该是为了控制情绪咬的 看来那个慧阁主 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心灵 你叹气 就说嘛 一个杀手 怎么会如此开了外向 咳嗽两声 你也知道 我们两个是豁人价神的骗子 所以我想好了 等到晚上看看情况 这鬼啊 咱们能抓就抓 不能抓就翻墙跑 面对绝命的馊主意 龙小小一时间无语 你看出了他的笔 很不满 怎么 瞧不上师父翻墙的技术 年轻人总有一天 会明白这个道理 打得好 不如活得长 功夫深 不如逃得快 而在这期间 龙小小没有错过 你的任何一个表情 他刚才的反应过于失态 可只要慧莽存在 哪怕不说话 对于少女而言 也是一颗心 被钻在手里的捏碎一般 无路可逃的情况下 向你求助 你因为他指出一条路 还什么都不问 他不敢相信 世间 见了出来这么心理的事情 小凡子 你 他犹豫着 终于把心理话问出口 你真的不追究 我刚刚 你叹口气 也不是不想问 只是刚才 聊我自己的人生哲理 太入神 忘记了 说着把耳子错过去 现在能说吗 我想听 龙虾在莫名闹火 气到一时间 手不知话 见他半天没回应 你手机耳朵 不想说就算了 我这人活得长 最不缺的就是故事 其实我 他刚开了口头 你立马再对着耳朵错过去 喂喂 你不是不想听吗 听听无妨 但你可以不说 龙虾就彻底对你无赖了 但这一来二去 心底这些那股 复杂低沉的情绪 也都印象云散 见徒弟心情不太郁闷 你心中也情郎许多 口渴地干净倒杯茶 这时 一只手从旁边伸来 主动为你倒水 还以为是徒弟良心发现 孝敬师傅呢 可以抬头 不对啊 龙虾就俩手 都拿着糕点吃东西了 刚谁的手啊 忽然这时 门被撬向 二贵宾 我们家主人 有请